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医生 最近有一部分人已经逐渐阳康 而很多人都反应 包括我自己 总觉得好像注意力 包括这个记忆力都下降了 甚至有时候一转身 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感觉脑子里边好像笼罩着一层迷雾 让大脑难以形成一个精准的思维和记忆 总是想不起来 是无法像以前一样顺利的思考 而这种情况它被称作为 脑污 那新冠真的会引起脑污吗 早在2022年11月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新冠肺炎个人康复指南 进行了一个更新 其中也提到了 在新冠患者康复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出现思维能力认知的各种困难 包括记忆力注意力 还有信息的处理 计划和组织方面的问题 这种情况被称为脑污 由此可见 感染了新冠之后 真的会有部分人出现记忆力减退 思维混乱的现象 而且有数据显示 这种时间可能长达8个月之久 那么近四分之一的人 也存在记忆力减退的问题 针对这个现象 世卫组织也提出了几点 做法来改善这种症状 首先要尽量的减少干扰 制定你的时间表 在不太疲惫的时候 去完成你的工作和活动 一次只做一件事情 注意保证休息 可以尝试一些拼图 文字游戏或者阅读 来帮助思考锻炼脑力 同时还是要注意饮食 这个补充优质的蛋白和维生素 也对减轻脑污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